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引起轩然大波,于书星,图,翻射,自于书星微博,一名网友12日在微博发文,互联网,真的没有记忆。 我的首页,又开始出现老赖之女于书星,决定取关一个关注,很久的博主,引起于书星的粉丝不满后,再回应有功夫,再这骂我,还不如去劝劝你们家富二代姐姐,早点把钱还了,哈哈哈哈哈哈好搞笑啊,YSX。 至于书星,的粉丝级的跳脚的样子,真可爱,网友批评于书星,图,翻射自搜狐娱乐微博,粉丝级不过就开始搜寻,这个人的资料,发现该网友就读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,还跑到学校,官方微博要求开除处置该学生。 后来引起声浪的网友,删除贴文,该学校,则在事件后,发了一则引用,姆斯塔呼勒旁,乌合之众一段话的贴文。 群体盲从意识,会淹没个性的理性,个体一旦,将自己归入该群体,其原本独立的理性,就会被群体的无知疯狂,所淹没。 图,翻射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,微博,中南财经政法大学,发文疑似回应该事件。 图,翻射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微博,事情延烧到13日早上,于书星发文向大众道歉,对不起大家,因我而起的所有事情,希望我能画下句号, 给每一位被打扰到的人道歉,希望新的一年,带给大家的,都是美好的。 粉丝,也跟着恢复理性,并希望部分激进粉丝,不要再做出语举的行为。 毕竟粉丝行为,偶像买单,同时也希望网友不要,随意以不雅自演攻击偶像,于书星道歉。 图,翻射自于书星微博,事实上,于书星会陷入,欠钱不还的风波,主要是身为星鱼, 豪宇实业有限公司,法定代表人的妈妈,被爆料在2020年5月,收到法院下达的限制消费令,疑似也因为欠债,过多遭到法律介入。 他担任股东的上海,暖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,也在2020年9月,宣告破产。 同样也曾被爆出,被法院列为失信人,于书星工作室,当时回应,根据我们了解到的事实状况,这是两家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,同时涉及到了合同诈骗,在之前就已经通过法律途径维权中。 进而强调,绝对没有坑,一般老百姓的钱,我们绝对不会,也不允许自己去做伤害别人,坑人钱财的事情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